弟兄姐妹平安 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今天又是一个很美好的早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特别是在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前夕的时候 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 外邦人他们有很多庆祝的节日 我们基督徒的内心更加欢喜 神啊我们知道 我们感恩 我们知道圣诞节即将到来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着不同的责任 我们更感受自己的 我们所零受到的大恩 我们所零受到的慈爱 你降下来的 你给我们的慈恩 给我们的慈福 这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不能比拟的 感谢神 我们在这里每一天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从圣经里面我们得到力量 得到精神上的力量 我们因为有了这样神的大爱 所以我们自己充满了 我们满意出来 我们的福杯满意 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爱 我们去分享给别人 我们才能去爱这个世界 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的朋友 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感谢神这样教导我们 每一天让我们都有收获 在灵命上有成长 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昨天接续45章 后半段 45章后半段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们兄弟已经相认了 Joseph以前是被他的兄弟迫害 然后卖到了埃及去 但是呢 很奇妙 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作为 特别的保守 他到了埃及去之后 哇 不只是飞黄腾达 而且他个人神也嫁给他 家庭给他很多的能力 所以他在埃及变成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做了一个变成了埃及的统治者 非常了得的事情 OK 好 那么兄弟已经相认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要把这个 这个确实当时的大环境 就是一个荒年 对吧 非常不容易 饥荒的时候 能活下来很不容易的 所以要好好的照顾他的老父亲 所以就决定了 要去把他的老父亲给接回来 OK 还有把所有的家眷都接回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法老王知道之后 埃及人也非常的高兴 非常高兴 哇 原来Joseph他的兄弟都来跟他相认了 所以呢 法老亲自下令 是要派车子去接他们家的家人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 45章 我们昨天讲到最后一 21节的时候是这样讲的 好 So the sons of the sons of Israel did this Journey 所以呢 皇帝特别赐了车子下来 OK 埃及的法老王赐了车子 还有他们路上 还有他们路上所需要用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OK Provisions是指他需要用的东西 他在这一路上需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都赐给他们了 OK 我把画面稍微整理一下 OK 好 那么接下我们看今天进入22节 22节我们看 To each of them He gave new clothing OK Joseph送给他们什么东西呢 新的衣物 Clothing就指不一定是衣服 可能是身上穿戴的都算在里头 OK Clothing OK But to Benjamin 至于是给这个他心爱的这个小弟弟 他们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不一样 OK He gave 300 shekels of silver 所以特别给了银钱 他这个弟弟呢 他就给他了300块钱的银子 300 shekels of silver and five sets of clothes 所以呢 特别又给他五套衣服 这个都是特别关爱他的小弟弟 Benjamin 好 我们再看23节 23节 And this is what he sent to his father 同时 既然是 算是他的 他还没有衣锦还乡 但是他 基本上在埃及已经获得了荣华富贵 所以他要把这些礼物都送给他的父亲 Right OK This is what he sent to his father 他给他父亲下面这些东西 10 donkeys loaded with 所以十只驴子 这个驴子呢 都装满背上 拖着什么东西呢 loaded with the best things of Egypt 带了埃及最好的东西 最美好的东西 埃及的物产 埃及最好的东西 and 10 female donkeys 另外有十只母的驴子 loaded with grain and bread 有这个古物 这些grain指的就是 粮食 bread呢 就是他们的面包啊 饼啊 这些可以吃的东西 and other provisions for his journey provisions 我们有看到这个字 就是旅途上面所提供 可以用的东西 可以吃的东西 所以provisions for his journey 好 23节完了之后 我们接24节 then he sent to his brothers away OK he sent his brothers away 就把他的兄弟就打发上路了 他们就去了 and as they were leaving OK he said to them 他们要走之前的时候呢 他特别交代他们 don't quarrel on the way 这个quarrel不是一个大吵 不是动手的那种吵 是动嘴巴的吵 比如说夫妻之间 有时候斗嘴啊 半嘴 这个叫quarrel OK 然后比如说 我们两个人意见不相同 不合 我们我一句你一句的 这个叫quarrel OK 然后呢 比如说 比如说责备 责备也算一种quarrel 就是我对你的意见不合 所以我就讲出来 我就责备你 或者我的不满 这些都叫quarrel OK quarrel 好 告诉他们说 这兄弟不要在路上吵啊 不要吵 不要浪费时间了 在路上 不合 OK 25节 so they went up out of Egypt 所以他们就这样怎么样 离开了埃及了 上这个迦南的地区 and came to their father Jacob in the land of Canaan 所以就到他父亲所在的 这个是迦南地 Canaan 这个地方来 好 我们再看26节 they told him 这些兄弟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就告诉这个老父亲了 Joseph is still alive 他还活着 still alive OK in fact he is ruler of all Egypt 他是整个全埃及地的ruler 他是管理的人 OK 他是整个的管理者 OK ruler OK 所以他身上里的 就是一个大臣一样 很重要的 皇帝的左右臂膀 Jacob was stunned 注意这个念的念法的时候 那个 是一个很短促的 不要念 stun OK 不要念太长 他是很短 stun 有一点 弹下去一下 弹一下 stunned stunned OK 你听这个声音 你就可以感觉到 stunned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很惊吓 OK 很惊吓 很震惊 然后呢 不敢相信 was stunned 很震惊 he did not believe them 他不敢相信他们 不相信 哎呀 怎么可能 我儿子还活着吗 不是我都看见 那件衣服 沾了血了吗 OK so Jacob was stunned 好 注意stun 过去试的时候 他是要 double n 两个n OK 好 我们再看27节 but when they told him everything Joseph have said to them 但是当他们 告诉他 所有Joseph 跟他们说的话的时候 everything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 and when he saw the cards 眼见为凭 对吧 一看 哇 真的是富贵人家 派出来的 否则的话 迦南地那里 哪有这样的 华美的车子 车队 来迎接他呢 所以他看到这个车子 he saw the cards Joseph had sent to carry him back carry him back back是说要回去埃及 要把他接回去埃及 OK carry him back the spirit of their father Jacob revived revived OK 这个spirit spirit是指他的灵里面 他的精神上 他的心里面 他一直本来是很忧伤的 为了这个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死去了 就这样惨死在野外 回来也没有见到尸体 就只是看到说 他的衣服而已 沾了血的衣服 所以他的心就死掉了 现在他的灵 他的心里面 整个都怎么样 revive revive是指 什么东西又活过来了 复活过来 松活过来了 OK revive 所以他的心 这个老父亲的心呢 就整个活过来了 OK 好 28节 我们看一下28节 and Israel Israel就是Jacob 同一个人 said I'm convinced I am convinced 什么意思 convinced 是 我被你们说服了 好 我相信了 convinced就是 我相信了 OK 我被说服了 my son Joseph is still alive 我相信 我儿子确实活着 OK I'll go and see him before I die 年纪大的人 都是这样子 有这个危机感 觉得自己 好像离死亡不远了 所以在我死之前 我就可以见到 我会去 然后我要见见我的儿子 OK 就是这么一个口气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我们再看下一章 下一章是46章 46章的第一节 那就要起身往埃及去了 对吧 OK 46章第一节 OK So Israel set out with all that was his 所以set out就是怎么样 set out就准备要出发了 带着他所有的东西 all that was his 他的东西 and when he reached Beersheba Beersheba这个地方 我们记得 在这个地方 曾经以前设过祭坛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he offered sacrifices to the god 他在这个地方 特别献一个祭 我们献祭怎么讲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god OK sacrifices 指的就是那些牲口 把牲口杀了 然后作为献祭 做活祭 然后献给神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有祭坛的 在这个地方就献给上帝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god of his father Isaac 这位神不是别人 就是他父亲 Isaac的神 OK 这个所以这是 有历史的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节 第二节 And God spoke to Israel in a vision at night OK vision指的是一个异象 OK 就是别人看不到 你看得到的 这个叫vision a vision at night 在晚上的时候 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 OK 神跟他说话了 Jacob Jacob 神就叫他 Here I am OK 我在这里 比如说老师点名 Esther在哪里啊 Here I am OK 我在这里 OK Here I am He replied 他就回复神了 我在这里 神跟他说什么呢 神说I am God The God of your father 我就是神 就是你父亲的那位神 OK The God of your father He said Do not be afraid to go down to Egypt 你不要怕呀 不要怕这件事情 说实在还是心里不安对吧 因为不知道可以遇见的事情 所以呢 神安抚他 告诉他不要害怕 去埃及 是不要害怕 For I w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there 我会让你在那里成为一个大的族 这个nation我们现在用作国 在当时的话就是一个族裔 因为他们的血统 他们是有别于埃及人的 但是我会让你在那里子孙满堂 所以你们这个族就会成为一个大族 OK I'll make you into a great nation there OK 不要害怕 好 第四节我们看 I'll go down to Egypt with you 哇 神说我会与你同在 我会跟你一起去埃及的 Wow It's wonderful And I'll surely bring you back again 我会跟你一起去埃及 同时我也会再把你带回来 不要担心 再把你带回迦南地的 And Joseph's own hand will close your eyes 这个 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用法 好语法跟我们是相信的 我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一个老一辈的人死掉的时候 他的子 他的子孙在他的身边 死亡的时候在他身边 可以亲自为他祷告 然后呢 把手 把他的眼睛给合上 这个是最终 等于给他送终一样 这是最大的幸福 所以他这样说 他说 神说 Joseph's own hand Joseph自己的手 你这个大有出席的 这个Joseph这个儿子的手呢 will close your eyes 意思就是说 他会帮你眼睛最后合上 他会给你送终的 OK 好 45节我们看一下 Then Jacob left Beersheba OK 他就离开了Beersheba 因为在这边 陷过祭 那他们半中途 继续再往埃及去 And Israel's sons took their father Jacob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wives in the cords that Pharaoh had sent to transport him 所以呢 他们就用这个 法老王给他们的车子 来把这个妻子啊 儿女啊 这个是为了要送这个 他的老父亲 让他坐得更舒服一点 对吧 让他舒服一点 上这个埃及去的 所以呢 儿子们就 让他上车了 准备了 OK 大家就一起去埃及了 OK 好 我们再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transport transport是说 把一个地方 从一个地方 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OK transport 我们可以说把人 比如说有些大医院 在各个院区之间 他有开一种区间车 所以这个小巴士呢 可能是从A院区 开到B院区去 这也是transport transport 把医生跟护士之间 送来送去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机场之间 我们送行李的车子 也是transport 运送 好 我们再看下面 46节 46节说什么呢 They also took with them their livestock and their possessions 他们随身携带的 除了这么多的家人以外 还有他们的lifestock lifestock是他们养的 牲畜了 还有possessions 他们所有的东西 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可能是财物啊 宝贝啊 什么都可能 they had acquired in Canaan acquired是得到 他们在迦南地 已经世代住了几代人 所以在迦南地 也累积了一些财富 这些呢 都是他们在迦南地 累积得到的东西 and Jacob and all his offspring went to Egypt 然后呢 就带着他们的子孙 offspring就是指 一个人的后代 子孙 叫offspring went to Egypt 他们就浩浩荡荡的 要去埃及了 好 第47节我们看一下 he took with him 他跟他一起带着的 有什么 to Egypt 有his sons and grandsons 对吧 儿子孙子 还有他的 his daughters and granddaughters 女儿 还有孙女 这些就包括所有了 涵盖他所有的 offspring 我们再讲一次 offspring 是他的后代 好 这些子孙 都带去了 那我们再看 46章的第8节 these are the names of the sons sons of Israel 下面就要记载 他的这些子孙 他的儿子们 他们这些 有哪些人的名字 Jacob and his descendants descendants 指的也是 他的子孙 这个字 跟offspring 是一样的意思 Jacob and his descendants 好 who went to Egypt 第一个提到的 有太人很重视 长子的名分 长子的地位 所以第一个 是他的长子 叫Rubin Rubin the first born of Jacob OK Jacob的 头生 头胎的儿子 叫Rubin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么 Rubin呢 这一房 这个支线下来呢 他生了几个孩子呢 我们就看 Henog Henog Pelue OK Hasron And Kormai 这几个是他的儿子 是Rubin的儿子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看第十节 然后呢 另外一个 他的哥哥叫Simeon 记得吗 Simeon Simeon是那个 留在埃及做人质的那个 Simeon The sons of Simeon呢 下面就是Simeon的儿子 哇 他的孩子比较多 Jameon Jameon Ohat Jaking Zohar And Shao The son of a Canaanite woman 所以最后的这个孩子 Shao 是他跟迦南地的女子 所生的这个孩子 特别强调一下 其他的不是 好 这些呢 就是Simeon的孩子 好 Simeon再下来呢 我们看 The sons of Levi 好 注意这个 Levi 要念Levi 最后那个I字母 他生了哪些孩子呢 Gershon OK Kohath And Marari OK Marari 好 这些又是他生的孩子 孩子 是Levi的孩子 好 我们再看12节 Sons of Judah Judda有哪些孩子呢 哦 这个就多了 Er Onan Shellah Peres And Zerah OK 但是后面有括弧 强调Er But Er and Onan 这两个孩子呢 Had died in the land of Canaan 他们是在迦南地就去世了 所以 这个后半段的话 他们去埃及的生活 他们不可能参与了 The sons of Peres OK Peres又有哪些孩子呢 再告诉你 Peres的孩子有 Hazron And Hamul OK 有这两个孩子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的是13节 The sons of Isochar 注意CH发K的音号 Isochar Isochar 有哪些孩子呢 Tola Pua OK Jashub And Shemrong Shemrong 好 这些是他的孩子 我们再来看下面 14节 好 The sons of Zebulun Zebulun又生谁呢 Seeret Elon And Jaleel OK Jaleel 那Jaleel 这三个呢 就是他的孩子 好 再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 第15节 These were the sons Leah Boer 所以总结上面这些是 记得 Jacob有几个太太 对吧 其中两 应该是两个太太 然后因为各自 还有一个卑女 是岳父 给他的陪嫁 陪嫁过来的 所以一共是四个人 等于算是 两个比较大的太太 另外两个小的是卑女 也都为他生了子孙 OK 所以以上这些呢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人名 就是Leah Leah为他所生的 Leah Boer To Jacob And Pad And Aram 在这个地方为他所生的 Besides His Daughter Dina 另外还要提到 他有个女儿 Dina OK These Sons And Daughters Of His Were 33 In All 所以Leah 这一房 一共下面 子孙 儿孙 一共有 33 个人 OK 好 我们下面再看 The sons of OK Get有哪些孩子呢 Zephon Hagai OK Shanai Isborn Ari Arodai And Aralai 好 这些是 这个Get所生的孩子 另外呢 Asher 有哪些孩子呢 The sons of Asher 他有 Emnah OK Ishva Ishvi Ishvi And Bariah Their Sister Was Sera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有一个姐妹 叫做Sera The sons of Bariah OK Bariah 有哪些孩子呢 Hibber And Milkai OK 好 这几个是他们这些的孩子 这一些 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孩子的名字呢 These These were the children born to Jacob by Z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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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吗 Zopa是Leah的悲女 OK 是岳父给这个Leah的陪嫁 这个父亲 老丈人给这个女儿Leah的陪嫁 所以他也生了子孙的 Zopa 好 Whom Laban had given to his daughter Leah 16 in all 所以刚刚讲到Leah是生33个 他的儿孙一共33个 一起迁到埃及去 但是这个Leah的侍女 悲女叫Zopa Zopa下面呢 又生了16个孩子 儿孙 16个儿孙 好 再来我们看19节 The sons of Jacob's wife Rachel Rachel这个太太你记得 是她最喜欢的太太 两个姐妹 Rachel跟Leah是姐妹 那Rachel是她最喜欢的 她生了只有两个 Joseph and Benjamin Joseph就是现在在埃及很风光的那个Joseph Benjamin呢 就是后来那个最小的儿子 最得宠爱的 跟Joseph是同一个母亲 他们都是Rachel生的 好 那么在埃及这边 你看一下 埃及这边呢 因为Joseph在那里也成婚了 对吧 In Egypt Manasseh and Ephraim We're born to Joseph 所以Joseph有两个孩子 Manasseh and Ephraim 这是谁生的呢 Asaneth Asaneth呢 她是一个祭司的女儿 也是在他们家里面 娘家也是地位很崇高的 Daughter of Potiphar Potiphar呢 在那里是坐的祭司的位置 位置 Priest Priest of Ang 在Ang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里面 他是做祭司的 所以Joseph的 他是一人之下 一人之上 埃及的大臣 那么法老完额左右手 他娶的人也不可能是太 那个身份太低的 所以娶的是一个祭司的女儿 那么The son of Benjamin OK Benjamin啊 这个小弟弟呢 也是有生养 我们看哦 Bella OK 我们看这个地方 Bella Vicar OK Ashbel Gera Naman Enoy OK Rosh Mooping OK Hotping And Ard OK 这些就是他的孩子 OK 这是我们二十一节讲到 所以Benjamin也是生 那么他们是属于Rachel 这一支的 这一个母亲生下来的 所以Rachel 虽然只有两个儿子 但是他后面孙辈也有生 So These were the sons of Rachel who were born to Jacob 这些就是Rachel 给Jacob 所生的儿孙 一共是十四个人 14 in all 好 十四个人 好 我们再来看 The son of Dan OK Son of Dan 我们现在提到 Dan的儿子叫 Hashin OK The son of Naphtali Naphtali的儿子呢 是下面这几个 Jazil OK Gunai OK Jazir And Shilin OK 这几个是Naphtali的 这个儿子 好 这些是 这些人是哪 哪一个支派的呢 他们是属于 Bilha 生的 Bilha Bilha Bilha又是谁呢 Bilha就是Rachel的 悲女 Bilha Rachel陪嫁的 这个悲女 所生的 So these were the sons born to Jacob Bilha Whom Laban Laban是他们的老岳父 不要忘记 Laban had given to his daughter Rachel 7 in all 所以Bilha一共生了 7个 一共是7个 好 所以圣经上 对这些人 都是记载的 非常清楚 因为这一次的行动 整个从迦南地 迁到埃及 在圣经上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好 他们7个 是Bilha 下面的 那我们再看26节 All those who went to Egypt with Jacob 所有跟着 Jacob 这个老祖父 一起过去的人呢 Those who were his direct descendants 所以跟着去的呢 就是他的直系的亲属 跟他直接有血缘关系的 direct descendants 直接的这些 这些儿孙 Not counting his son's wives OK 还没有算我们这些 我们刚刚算的那些 只是算他们的 直接的孩子 还没有算 跟着去的这些孩子的 太太们 家眷们 OK 所以全部 numbered 66 persons 全部一共有66个人 就是包括家眷的话 全部就有66个人 With the two sons who have been born to Joseph in Egypt 再加上我们刚刚还有 Joseph说过 在埃及 已经娶了祭祀的女儿 生的两个孩子 The members of Jacob's family 整个 Jacob 这个家族 他的成员呢 which went to Egypt were seventy in all 所以包括另外 Joseph 留在埃及的 全部整个家族 加起来 现在还有包括 从迦南地 迁过来的66个人 全部加起来 一共就是70个人 OK 好 Now Jacob Wayne Jacob sent Judah ahead of him to Joseph to get directions to Goshen 因为 Joseph已经应许 他们说 要他们迁到 Goshen 那个地方去 在Goshen那里 是特别 为他们准备的地方 所以呢 先头部队 先派Judah 先去跟Joseph 沟通一下 要怎么去啊 因为我们 对于埃及的路 不是很熟 directions 如果我们现在要去 我们都是看GPS 这个电脑 我们手机打一打 输入就可以告诉你 从这里 上海怎么去北京 怎么开车过去 同样的道理 那个时候的人 也没有GPS 那先派个人 问个口信 问一下 怎么去Goshen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被 整个家族 是要被安置在 Goshen OK 好 When they arrive in the region of Goshen OK 当他们到达 Goshen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注意了 Joseph had his cherry cherry 指的是他的那个车子 他的车队 他是非常华丽 华美的车子 因为他是大官 his chariot ready 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车队 已经准备在那里了 and went to Goshen to meet his father Israel 所以两边就已经 讲好了 就是我们家族 就是要安排在 安置在Goshen的 所以呢 Joseph也下到 Goshen这个地方来 跟他们在那里 相聚 as soon as 当什么 一怎么样的时候 后面这个事情 就发生了 as soon as Joseph appeared before him 当这个儿子啊 在这个老父亲 面前出现的时候 哇 真是崩溃了啊 本来以为这个儿子 已经在荒野里 被杀死了 被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当他一出现的时候 appeared before him He threw his arms around his father 他怎么样 这个就是张开双背 环抱着他的父亲 OK threw his arms around his father OK 然后呢 and wept for a long time OK 真的就是哭了 大哭了啊 哭了好一会儿 非常悲痛了 好不容易啊 这么多年遇见了 好三十节我们看一下 Israel said to Joseph 这个时候呢 Jacob就跟他的儿子讲了 他说 Now I'm ready to die 这个就好像中国人讲的 我死不瞑目 我现在见到你了 我可以去死了 我可以瞑目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终于有了 Now I'm ready to die 不是说我现在就准备去死 意思是说 我现在再也 人生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可以见到你了 Since I have seen for myself Sing for myself 就是我自己亲眼见到 OK Sing for myself that you are still alive 我自己亲眼见到 你还活着 OK Alive 太高兴了 OK 31节我们看 Then Joseph said to his brothers and to his father's household 所以这个时候 Joseph呢 就跟他家里的这些兄弟啊 还有家人们 家眷们 就讲了 I'll go up and speak to Pharaoh 我呢 就会上报这个法老王 我去跟他报告去 And we'll say to him OK I'll say to him 我会跟他这样说 My brothers and my father's household 所有我兄弟 还有我父亲的家人 这些家眷们 who were living in the land of Canaan have come to me 我要跟这个皇上报告 说我的兄弟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 这些在迦南地来的 都已经牵过来了 都过来了 太高兴了 The men are shepherds OK 我告诉皇帝啊 我说你们这些人啊 OK 都是牧羊人 They tend 注意我们牧羊的那个动作 牧羊 那个木字 那个木呢 基本上就是tend tend什么呢 后面就是加牲畜 lifestock 就是我们的牲口 Tend livestock 就是他们牧羊这些牲畜 OK And they have brought along their flocks and herds and everything they own 他们呢 跟他们一起来 他们带过来了 他们的牛群 他们的羊群 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牧羊人出身嘛 全部都带过来了 好 33节 When Pharaoh calls you in and asks 所以那个法老可能会召集你们 上这个去见他的 当他叫你们 跟你们说话的时候 他会问你们说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你们是什么职业啊 OK 他就交代他们说 你们要这样回答 OK Joseph交代他说 You should answer 你们要这样回答 Your servants have tended lifestock from our boyhood on 您的仆人 就是我们这些人 自称我们是您的仆人 王上啊 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呢 从很小 boyhood 就是从我们小boy的时候 我们常做小男孩的时候开始 我们小孩时时代开始 我们就是牧养这些牲畜的 Tended livestock Just as our fathers did 就像我们父辈所做的职业一样 我们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都是牧养人 Then you will be allowed to settle in the region of Goshen 因为你们这样说 说你们祖祖辈辈都是牧养人 那他们就会让你们在Goshen这个地方呢 给定居下来 Settle in the region of Goshen OK For all the shepherds 为什么要这句话 很重要 最后这一句很重要 For all shepherds are detestable Detestable 我们昨天学过了 Detestable就是他们不喜欢 OK 很厌恶的 To the Egyptians 所以埃及人是不喜欢做这个行业的 他们不喜欢做牧羊 牧牛什么这些东西 那这样子 你们一说 你们都是牧羊人什么什么 他们就会让你们在那里 安居下来 就不会再动你们了 So For all shepherds are detestable To the Egyptians 好 我们今天现在就讲到这一张书 谢谢 我们把时间交给天的主持人 然后屏幕同工 可以准备上屏幕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今天把这一张章节给念完了 感谢神 我们知道了 当时是怎么样 Joseph跟他的兄弟们都会了面相认了 同时也把他们的老父亲 就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一样 把父亲迎接来奉养 然后把他接到埃及的地方来照顾他 同时呢 他们整个家族浩浩荡荡 一共有70个人都可以在埃及 埃及安居乐业下来 这都是神的安排 神特别为他们家族 照顾他们这个家族 让他们人定兴旺 让他们安排下来 感谢神 我们今天学到这个章节 我们为接下来我们的今天的领度 还有耕度呢 来祷告 我们希望今天网络一切都通畅 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 今天能有很多的收获 我们都能专心下来 我们更有爱心 更有耐心的 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这样子祷告 祈求不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谢谢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谢谢 Okay Hello Jean This is Tina I'm the host today Sure Okay Would you please pray for us first Okay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gathering all of us today in front of you We're so happy to read your verses every day almost every single day here We enjoy so much about the scriptures and we also share a lot of information here We are so fulfilled We know that we have your love and we know that without your love we cannot do anything Please for the following reading We're going to pray for the internet everything goes around smoothly and also we're going to pray for every single one her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rybody get concentrated everybody can learn a lot about this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jesus Praise lord In jesus name Amen